欢迎再度回到谈前解析的现场 那么台并股市部分的话 尤其美股股市连续性的标向新高 跟着有些激励性效果 可是就在昨天晚上的美股的行情里头 反而是出现比较大力的回档了 包含苹果跌幅的超过2% 那么在国内台阶段ADR部分的话 跌幅尾间计是有一%之多 还有一些几个相关的题材部分的话 都有些弱势震荡又该如何观察 马上为您邀请的是韦杰 韦杰你好 孙哥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是 韦杰在之前的掌声力道当中的话 精彩带大家避开这个震荡的危机了 可是最近所看到这行情 似乎买盘力量又在向上了 那么再加上昨天晚上所看到 美国股市部分出现一些回测力道 今天的台股观察又该如何来看待 首先几个精神精选焦点来看一下 台股基金引进日资招手3000亿元 当然他把它纳入这个 可能是一个间接的联动了 对于日本而言的话 有些买盘可能有些资金的进驻 可以吗 能够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吗 第二个来看到新苹果iPhone订单里头 核硕是大赢家 苹果 苹果本身昨天的跌幅超过了2% 那么核硕大赢家会在少数的亮点所在吗 从这两大观察 好看我们可以先从台北的台北股市的日K线图先来看一下 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台股的一个现行 那么昨天呢 其实在往上反弹的过程当中 在盘中是出现一些震荡 那只是说在尾盘的时候 利用台积电的一个全资股的能力 再把它勉强的收在红盘之上 那么这一次的台北股市 它盘中的震荡 其实就跟新台币的汇率走势 开始出现回扁有很明显的关系 如果说你仔细在盘中去留意一下 台北股市的一个震荡 其实都跟新台币盘中的汇率是一步一趋的 所以其实在汇率的变化上面 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焦点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证交所积极的去引进日资 最主要的一个想法是说 我能够多跟我们邻近的一些亚洲国家 去做个接轨 希望能够再把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市场 能够推上国际的一个市场当中 所以积极的向日本的一个资金来去招手 然后跟整个日经指数去合编了一个 所谓的亚洲300的可投资指数 那么当然其中纳入的一个全资股当中 就有包括了全资股的三网 包含在2330的台积电 那么包含在鸿海 那在这个大立光 台硕四保也都是在名在其中 所以其实这一次看起来 证交所为了要刺激台北股市的一个交易 跟一个成交量的放大 其实是不遗余力 包含在国际资金的引进上面 那么目标是要把日本资金的这个比重 从2.6提升来到了五个百分点 现在台北股市的一个外资的比重已经来到了四成 也就是大概有12兆到13兆的一个占比之多 所以如果再加上日本的资金再进来 那么能够顺利的再一次的提升 那么对于台北股市未来的一个行情来说 的确是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帮助的 那么在苹果的新订单上面 我们知道这一次 今年苹果要推出的手机有三款 分别是在6.5寸跟5.8寸的OLED版本 跟6.1寸的这个LCD的版本 那么这个6.1寸的这个版本 其实它就跟今年推出的iPhone X 是一样的规格 只是它在显示器的萤幕上面 是用LCD去做呈现 那么当然它的价格就会比较亲民一点 大概价格区间会落在700到800美元中间 这是市场的一个预估 那么只要是一旦是OLED版本 通常都会比较贵 那么这一次预估合作所受惠的 是会来自于在6.1寸的这个LCD 它接到的订单竟然比鸿海来得多 是六成的一个订单 那鸿海分到三成 那伪创的部分在一成左右 那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现在这个苹果的手机 在做销售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到 只要苹果的手机是呈现了 高性价比 什么叫高性价比 它的性能是非常的顶尖 但是它的价格是比较亲民的话 通常销售的状况都会比较好 我们去看印度 包括像是中国到最近的一个销售状况 iPhone X销售不是最好 都是在iPhone 8甚至iPhone 7 它的销售会是最为火热的 所以其实今年市场上就预估 合作在这样子的一个定价策略上面 在6.1寸的这个版本当中 会是最大的赢家 可以看到4938的合作 它在最近的一个股价表现上面 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底部翻扬的一个动作 那它很明显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底型 然后开始慢慢的往上涨 那如果你去对照在2317的 鸿海的K线图 你就会发现 鸿海它的K线图 反而没有像合作上涨的力道 这么的强劲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今年对于苹果手机的销售状况 的确市场上对于鸿海的接单状况 是有一些疑虑存在的 所以其实就现在的一个苹果供应链来说 只要你是能够接到新的手机订单 或者是这个新的手机 它是有高性价比 那么让市场能够认为说 你的销售会比较明显来的成长 那当然你的股价市场上就会比较认同 好 韦杰这边追问一下 从苹果的股价表现来看的话 那么他所喊出来是说 中低价的股票 你所谓的性价比这一块的话 有机会出现 只不过会是现在吗 短线的行情里头的话 苹果反而从高档高点位置 出现回测力道 现在苹果股股怎么看 好 其实从苹果股股的部分 其实我还是把它定位成为 是一个跌升反弹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回升的一个行情 那过去的苹果股已经领先大盘 去进行一个大幅度的修正 那么股价在这边 开始已经开始反映 你看一月份 我已经要开始反映到第三季的 一个新手机推出的一个行情 那表示行情已经开始领先在反映当中 那后续的一个状况就要看 真正在推出新手机的过程当中 规格陆陆续续的在发生 然后市场上对于未来的销售状况的预期 会开始出现一些震荡跟改变 那么当然苹果股价 昨天晚上的一个修正 已经又跌破了170块美元的大关 而且这一波连续下跌4天的过程当中 下跌的力道是非常非常的陡峭 而且一路就已经要碰到 半年线的这个支撑 我们看到每每苹果只要碰到 半年线的支撑 它通常都会出现一波反弹 但是如果这一次的苹果在碰到半年线之后 它没有出现反弹的话 未来对苹果供应链的这些相关的 概念股的股价表现来说 就会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 好 这是从苹果股身上 包含在一些热钱那么积极的引进 当然这里头所点明到的是从汇率上的观察 另外一个交流话题来看一下 台资均荣人寿邀京东集团的入股 当然这在中心基金集团旗下了 那么台售的一个部分 股价的表现会不会跟着具备想象空间 另外一方面GIS护盘将买回3000张的库仓库 护盘不是万点多吗 怎么有人在护盘呢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当然股价表现的部分的话 如果GIS来看的话 一直呈现是一个第一档位置在震荡而已 这个消息会不会形成短线的异多 好 其实从台资的受险股 积极的去介入到中国大陆的受险市场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中国大陆这一波 对于全球开放的它的金融市场 其实对于台湾来说 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在受险类股的区块 包含国泰金 包含富邦金 其实都先后找上了 不管是在阿里巴巴集团 或者是在腾讯集团 都想要透过网路的销售 保单这一块能够快速的成长 这一次台售的结合 也是同样看上京东方的电商销售能力 那么未来希望能够透过 GINON人收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布局 能够扩大整个保单的一个销售市场 我们认为其实中国大陆的 这个保险的渗透率 现在目前还在2%到3% 未来如果能够提升到 跟这个全世界的平均 大概在6%到7%的一个水准的话 对于台北股市的相关 受险概念股来说 就有一些非常正面的一个注意 所以其实相关的受险概念股 除了中国大陆市场的一个题材之外 升息循环的启动 才是真正中长线最大的一个利多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在GIS的一个股价表现上面 在最近是出现了一个跌升反弹 那当然我认为启动护盘的一个状况 它大概就是一个信心喊话 比较多的一个成分 因为就目前看起来 其实GIS它的股本 大概有34万张的一个股票 只打算买3000张 所以它就是一个信心喊话 让大家说 其实我市场 我的公司是有在关注 我股价在市场的一个表现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在GIS的这个相关的筹码的图卡的部分 今天特别帮大家去做一个留意 那我们去做观察 最近GIS的这个相关的筹码 是不是有出现了一个变化的部分 所以其实从现在的一个筹码面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GIS的股价在跌升反弹的过程当中 那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可以看到 最上面这个绿色的箭头部分 是大户的持股比重 一路的从379就一路的往下滑 那另外在内部人的持股比重 也是持续的往下滑 那大户跟内部人的持股比重都在往下滑 那当然股价就会有所影响 那么再加上散户的持股比重 是持续往上升 那当然短线上面虽然有一些反弹存在 但是呢 也不会是属于一个回升的行情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同产业的3673的成宏 它的筹码面的变化 毕竟最近外资出具了一个调升 成宏的一个研究报告 好来一样 你可以看到它的图形几乎是一样 大户的持股比重 跟内部人的持股比率 持续的往下降 那么是散户的持股比重在往上升 虽然短线上有一些 这个买卖超市散户去 这个大户去进场买 但是对于股价来说 也是短线的一个激励效果而已 所以我们从中长线的一个 筹码面的一个变化来去做观察 当GIS跟TPK 在相对低档 外资又同时出具 调升目标价平等的一个报告的时候 不见得真的是 中长线的一个利多题材 从筹码面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掌握出来 当筹码在散户的手上的时候 再大的利多 它都不容易上涨 这个是中长线去做观察的一个重点 好 另外一个焦点话题部分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哇 这个是很大方 景硕赚了1.1块钱 结果配的是1.5块钱的股利的 这会不会让股价根本具备想象空间 另外一方面大家看到 在矽晶元题材这一块的话 环球金跟台胜科 本季的营运是火热的 再加上盛群 去年EPS4.1块钱 股利也要配到4块钱之多 都是获利比较大爆发的情况之下 这三个题材分别帮我们掌握一下 好 其实在景硕的部分 过去在类宅版的这个试况当中 其实吵得沸沸扬扬 大概一路股价就涨升来到了88块 那么但是最近的股价 在它的营收表现不如预期 一路的就将近要腰斩了 那这一次大方的去配发股利 我认为它大概是想要去 稳住它的一个基本盘 不想要再让股价持续的往下重挫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 景硕它在类宅版的一个接单的部分 它是不如预期 而且是持续在往下走 营运是比较差一点点 所以它的股价还是维持在 空头的一个走势当中 如果你要低接 想要赚这1.5块钱的股利 我认为倒是要非常深思熟虑 那当然在环球金跟台胜科的部分 过去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也透过同样 刚刚的两张筹码变化了一个字卡 跟大家掌握到了环球金 那你看到6488环球金 最近即便市场上一直在告诉你 矽晶元今年的一个涨价题材 那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讲 透过台积电法说 有外资的法人去反推 今年这个矽晶元的一个涨价 是落在18%到37%的一个价格区间当中 所以应该是一个非常中长线的利多 但是你看6488环球金的一个股价表现 却是拉了一根长红之后连续重挫 而且是跌破了带量长红的低点 这个就短线上面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看3532的台胜科 在短线上虽然是比较强势 但是它的筹码面也跟环球金一样 是呈现了内部人持股比率减少 大户持股比率下降 而散户筹码在增加的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从整个筹码面的变化当中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最近 有利多的这些矽晶元的个股都不上涨 因为筹码面在做改变 所以就算再出现了这样子 同样的一个利多 你就要小心是不是有新人 在这边要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利多 去做调节股票的动作 那么在盛群的部分 看到它的配息实力率 是已经来到了5% 昨天是拉出了一根中长红 所以其实就整个 今年的一个营运展望来说 它是有机会持续往上看的 好我们最后个问题的话 也是我们聚焦的焦点所在 就是在联发科的 IC设计族群与头 联发科属于比较这个上游部分 如果不OK的话 恐怕对于冲击到整个 相当IC设计族群的话 持股信心都会是一个问题 联发科低级的业绩 恐怕会大减有两成之多 如果从技术线型角度出发的话 2454联发科 等一下一并来看一下 应该怎么判读呢 好我想其实从这样子的一个利空消息 可以把它视为成为是一个 利空测试的一个结果 那接下来 因为联发科已经触底反弹了一大段 那最近在这个高档的地方 反弹高档的地方 在做一个整理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 利空测试出来之后 联发科算股价走落 它也没有再一次的去跌破 前一波的低点 那我们认为这样子的一个 利空测试 都可以视为是 利空出境的一个状况 那再看一下 2454联发科的一样 筹码的图卡 你就可以发现得到 跟前面的这几张筹码松动的图卡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你看到联发科的大户持股比率 它是持续往上上升 内部人的持股比率也是往上升 刚刚我们看到都是往下降 对吧 好联发科是往上涨 散户的持股比率是往下降 也就是说在过去这一段震荡的过程当中 其实散户是在陆陆续续的调节股票 那谁收走 大户 要不然就是内部人 所以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至少联发科在利空测试的过程当中 它的筹码面相对稳定的情况之下 它的股价表现 就会相对其他的一个利空测试的 这个弱势股来的稳定许多 当然我们提到联发科第一季的业绩 会剂减两层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利空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的手机库存在调整 因为一些零零钟的原因 造成它的手机销售其实不如预期 那这个其实已经市场上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过去也在节目上面提过好多次了 所以其实在大家都知道的利空 其实就不是真正的利空 利空的测试结果如果是成功 未来联发科在中长线股价的表现 还是可以值得期待 好 非常谢谢韦杰的定理跟解析 那么联发科的部分的话 有比于之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 这个技术现行之外的话 也包含一些法人圈的筹码面 似乎这个买盘式的增加 利空测试可以来看看